最近在內地網上 經常聽到一個名字 就是一種叫做特種兵旅遊的旅遊方式 意思即是在花費最少的情況下 遊覽一個地方 日前有內地人就在社交平台交路 香港窮遊零蚊住宿禍野攻略 他說香港有一個地方 不單有冷氣 有免費充電 有水飲 還保證百分之百安全 這個地方大家猜不猜到在哪裡? 答案就是香港國際機場 樓主就教路 只要來到香港之後 用港澳通行證 就可以在西九龍高鐵站 機場佔沙咀碼頭三個地方 另一張叫做香港有禮的禮券 註冊之後就可以選擇機場快線作為禮物 大家就可以免費搭地鐵去機場 而他之所以會選擇香港機場做過夜的地點 是因為機場不單有冷氣 免費充電 水飲飲 睡覺又不會被人趕 還很安全 不少網民看完都說他厲害 真是會玩 但是也有網民說 香港根本不適合窮遊 說幾百元一晚都說給不起 就不要害人去旅行 其實為了方便需要搭長途機的旅客 香港國際機場裡 除了有免費充電設施外 裡面還有免費的臨浴設施 不單有免費的洗頭水和沐浴露 每一格的浴室裡 還有獨立的風筒給大家用